虽然人都会说他们喜欢诚实、讨厌虚假和谎言 但人们也有一个奇怪的倾向 就是不愿意听事实、宁可相信好听的谎言 这等人就像以赛亚书30章说的 因为这是悖逆的子民、不忠心的儿女 不肯听从耶和华教导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你们不要再看异象 又对先知说,你们不要再向我们说正确的预言 倒要向我说动听的话,预言虚幻的是吧 你们要离开正道,转离异路 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以色列的圣者了 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 你们得利在于平静和信靠 但你们尽不愿意 这里说到背逆神的人喜欢动听的谎言 他们的心是抵挡神的 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神要跟他们说的 他们反而只想听叫他们感觉良好、顺耳的话 但就是不想听真理 而动听的话就是那些迎合他们的欲望、感觉、想法的话 那些给他们成功确据的好话 那些不会让他们受控告、压力、担心、惧怕的话 因为只想听好话 他们甚至要求先知跟他们说虚幻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并没有叫先知完全停止讲道或预言 只是他们不想听真确的预言 奇怪的 他们宁可听谎言、离开正道 也不愿倚靠神来搭救他们 这不但是旧约神子明的问题 这也是人今日的问题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言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保罗在这之前也说 在末世 人或许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他们可能看似爱神 但原来不是 然而奇怪的 他们竟可以乐观地以为 纵使他们没有兴趣 听从神纯正的道理 神也依然会以他的慈爱怜悯 祝福他们 这真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和虚假的盼望 另外 背逆神的人 也不喜欢听 以色列的圣者 真确的话 因为圣洁的神 也会要求他的子民 有圣洁的生活 和公义的行为 这位神会时常提醒他的子民 要顺服他 依靠他 可惜 他的子民偏偏不喜欢听这样的话 他们不喜欢听 会让他们感到压力和不舒服的话 当神的话 揭穿他们的罪 责备他们时 当神的话 挑战他们要成圣 要舍己 为主而活时 他们就受不了了 所以到一个地步 他们叫先知 不要再向他们提起 以色列的圣者了 但可惜的是 神不是会因为人厌弃他 他就失去掌管人的主权 事实也不会因为人 尝试用动听的谎言 来取代真理 而就改变了 相反的 当人否定神 真确的话时 便会招来 神的审判与管教 各位 我们不够圣洁 跟我们拒绝圣洁 是不一样的 我们纵使这一生 都无法达到 全然圣洁的水准 但至少 我们可以竭力追求圣洁 如果一个人知道 自己还不够成圣 但他若乐意接受神的教导 继续追求圣洁 他还是可以 讨以色列圣者的喜悦的 但一个罪人 若因为不愿离恶 归向神 而就拒绝 以色列圣者的教训 他便是惹神发怒的 但神说 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 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 感谢主 在人软弱悖逆他时 他也开一条出路 使我们能与他和好 可惜 当神在以撒亚书30章 邀请他的子民 悔改信靠他时 他们竟然拒绝了 因此 他们便无法享受安息 平静 得救和能力 但愿我们不会跟那群悖逆的神子民一样 若我们曾厌烦神的真道 或者只接受合乎自己欲望的谎言 让我们今天就悔改 虽然神的话不一定容易行出来 但那却是我们需要的 且是与我们有益的 弟兄姐妹 神的话或许会让我们听了不舒服 因为神的真理一直显露我们生命里丑陋而需要更新的地方 但我们能够承受神话语的责备吗? 我们又能够接受神的话所给我们的挑战吗? 神的话总是挑战我们老旧的信念 也常叫我们不要信自己 哪要靠神 叫我们不要体贴肉体 哪要为主为人舍己 这是我们愿意顺从的吗? 神的话不但难行 有时也难信 尤其是当我们在背逆时 更是很难平信而不平眼见 但我们愿意因信靠神的应许而得利吗? 神今天也同样跟我们说 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 得利在于平静和信靠 但愿我们回应神的呼召 从一切的悖逆悔改 而学习爱慕神的话语 信靠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真理 来弃绝一切动听的谎言